罗纳部落为了推广再定文化课程 特别规划族语教学 加强族语能力 而今年度族语认证也将在下个月开始报名 不少族人为此前往参与 参加研习的族人有来自郡社群 单社群及卵社群 但授课内容主要是以郡社群的方言别题库来做练习 对此有族人表示 透过彼此交流可以提升对布农族其他社群的族语认识 也有族人认为考试只是一段过程 最终还是要回归于部落 实际运用在生活里 卓社群族人在荧幕上询问老师单词的意思 原本对于自身族语能力非常有自信 但是看到族语认证题库就完全看不懂了 他没有犯卵的题库 他只有郡社群的题库 所以我们犯卵就只好用转换的模式 就是说我们会是怎么讲 然后就是练习他的题目 布农族分为卓社群 郡社群 卡社群 单社群及卵社群 五大社群 卓越老师表示目前在语发中心建制的 足语议乐园网站上看到的题型 只有郡社群布农语 其他社群的题库至今还未看到 布农族卓社群位在南投县的中正法治万峰几乎 比较很少 几乎没有我们卓社群的当评审 我也是建议说以后像这些题库的部分 尽量找我们卓社群的 我们现在也是会在自立在自己在读那个罗马拼音 来找一些老人家的这些提老的这些阿里纳卡话来传传下去 布农族卓社群位在南投县的中正法治万峰几乎 美这四大部落 虽然人数少 但对足语的传承态度坚定 王秀凤老师本身下个月就准备参加 足语命题研习 为卓社群足语复制来努力 原事新闻一玩八度南投心意采访报导